书节上一回,在旧时的民间传说中,牛为通明通天之物, 阴史中就有吃鬼的牛头恶心,名为荒凉。 在阳世间,亦有种看生欲伦的怪牛,这种牛专吃人欲,它可以驱轨起尸。 叫死者自己解开衣服,剥干之后才上去吃。 驱轨起尸的事虽然未必是真,但美身鬼上的荒凉牛生性反常, 窮凶极恶,不吃草而吃腐肉,自看代以来早就已经绝绩。 张小编懂得这种牛,说不定是塔架的鱼猎留下, 心中顿身厌恶之情,正在犯着。 忽然,忽然就看到那只长面罗汉猫张开口礼, 即时驚到头顶上飞去三运,脚底下走掉七拍。 放到,脑里面只剩下一个念头,就是立刻打开竹筒。 看照,里面所藏的回天之术救回自己的生命, 但他敢要拆开竹筒的火七。 却见,那只罗汉猫懒懒地打了个喊母,并没有出声。 张小编才知道是虚惊一场,觉得手和脚也有点远。 重新背回竹筒,抬手就向猫头上撮了一下, 随后又渴灵左右,将瓦罐子后垫的这头青牛, 掀出去,烫了它,但肉不可以吃,抽筋剥皮, 牛丝大射八块,用牛皮裹着, 找个猪槽装了,然后挖个坑埋了它。 几名亲徐答应了一声,就要上前动手绑那只牛, 就听见屋里面的棺材盖,架枝响了一声, 外边大雨如煮,雷声不断,众人吃了一惊, 还说,有诗变的事发生,纷纷炖出妖刀, 胡响张小编身前,眼牌你死, 骂了一声,抬脚踢开棺材盖,提刀就啰。 谁知道,棺材内,她躲着一个披麻大校的女子, 就叫着说,军爷,不要那么粗鲁, 好,劳家还是生人类的。 说话声中,已经从棺材里面爬出来, 和眼形众人打了个招呼, 自称是本地人士,出身于书香门帝。 奈何,生来命不好,嫁了被青楼镇烧饼铺的赵鹿为妻, 夫妻两个喜早贪黑,辛辛苦苦,经营着烧饼铺, 虽然只够到日,到夜过得安稳。 谁知,天有不差之风云,人有但夕和福, 赵鹿被刹购所杀,连铺铺也一起被毁, 没有了安身之所。 只好搬到荒废的瓦罐子后殿落脚, 做些牛油烧饼,托人拿到镇外边贩卖, 换了钱粮为生,独自培育,放置忘夫衣物的空棺材手灵至今。 那个商府又说:"这个青楼镇里面的人,大多都逃难去。 镇里面只剩下的孤儿寡母,老弱富豫之背。 这个兵风马乱的年月,大家早已成了惊弓之鸟。 圆圆望见,有很多人在镇子上出活, 就急忙卷起家当,躲起身。 我一个辅导人家,方不择路,躲在空棺材里面。 现在,我所有的家当就剩下这一头青鸟。 听到军爷说要将他拖出去杀了,故此惊出声乃。 眼皮里四,见到这个女子妖艳有话, 形跡十分诡异,就逼问他说:"我们眼形都是官军, 又不是山贼土球,兵甲旗号很鲜明。 你们这些贱民没眼看的吗? 看见官军为何还要躲起? 难道你们和贼球相同? 那个商妇低着头,小声就说:"军爷,折磨见乖。 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,赶上兵荒马乱的年头。 不管是山里来的,还是在水上走的。 我们也惹不起的。 突然见山里来了那么多持刀枪的兵俑, 怎么能不放呢? 眼皮里四,见他对答如流,处处遮得滴水不流。 话中竟然没有破绽可寻,但如此镇定自若, 变得像个守寡独居的商辅。 这番鬼话,闷得个旁人就算, 怎闷得个眼形的四爷? 心就想:"我如果现在一刀剁了你, 却坏了眼形的名头, 四爷倒是要看下你,如何轻风作浪。 于是就假意相信, 收起出肖的秋水眼灵刀, 难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 眼灵仪和其余几名亲律, 亦都是心明眼尖的人, 知道这个小寡妇是有QK, 不免暗中提防起礼。 这阵时,就见那个赵氏商辅, 两手捧起一砵烧饼, 慢慢递上前礼, 要请眼形的诸位君爷享用。 眼形众人, 劍拔老张, 只要那个商辅胆敢轻举妄动, 就可以当场将他乱人分屍。 而张小编, 看罗汉猫并未开口, 自知劫数未到, 暂时不会有什么空调, 胆气也随即撞了几分, 就问, 小娘子, 你的这些烧饼, 是不是青鲁牛肉做的? 那个商辅就答, 先夫传下来的手艺, 是用上好的拆骨牛肉馅做的, 说着, 就将青鲁烧饼捧到众人眼前。 张小编看到, 烧饼里面的肉色黑纸, 连皮带骨刮到烂, 全像牛肉的成色, 虽然张汁隆重, 却盖不住隐隐约约的一股丝丑, 他透眼, 看一看脚旁的墙面罗汉猫, 那只斑纹如虎的大花猫, 正卷博在地上, 斥微灯木, 颇有厌恶之意, 凡是通灵的猫, 最憎吃死死腹育的东西。 张小编见了罗汉猫的神态, 已经知道烧饼馅是人肉造的。 张三爷断定那个妇人必定是流亡的塔教余孽, 正要喝令手下动手, 无聊到那个始终低着头的伤苦, 忽然抬起面里, 露出一张厚丝重粉的惨白面孔, 两眼含痕, 好像要流出血泥。 张开口, 吐出一条墙里, 尼尖开餐, 嘶嘶作响, 好似毒蛇吐出森泥, 直奔张小编击射而泥。 好在, 眼盈中人早有防范, 眼牌李四最是眼鸣守快, 怎可以被他刺杀刑官, 闹声妖虎, 一刀揮过去, 说是辞那是快。 眼灵刀, 早就蹲在他的肩甲骨上, 蹲在底, 抬脚踩住, 其余的团勇蜂拥而上。 当场, 将他好像扎种般扎到实。 塔教, 不过是会做粗的邪述, 转做透思道骨, 拐卖同男同女, 见不得光的勾档, 撞在眼形面前, 根本不堪一击。 那个商辅虎, 虽然是有些诡异手段, 但是要看, 他碰上的是谁? 眼牌李四, 豈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人? 他既然失手被扎, 肩头上又伤了骨, 痛得实在捱不住, 他自然是和他的同党一样, 丑态秘老, 不断开口求饶。 张小编, 也不叫人和他包装, 只是叫人, 用刀子去割那条里上的灌囊。 然后, 就地盘问, 如今, 你落在我们眼形手中, 就, 买仔子已有命了。 按道理, 就应该一刀一刀割了你。 但小编子如此青春茅美, 三野, 怎会引心加害呢? 只要你将事情如实招来, 什么都好商量。 那个商辅见大势已去, 最好, 什么都说出来。 原来, 原来, 这个商辅是塔教里面的蛇帽, 自从教主白塔真人被官府处缺之后, 整个邪教都被彻底剿灭。 蛇帽躲在清裸镇的瓦罐子里, 从死尸身上割肉, 再割成肉馅, 爆在烧饼里面贩卖, 自助一副空棺材, 作为教主的灵位。 暗中发誓, 暗中发誓要报仇雪狠, 但多次潜入灵州行刺, 都因为戒备心炎, 没有可以得手。 今天一早, 他看见官军入了阵, 本来想, 远远逃开, 但仇人相见, 分外眼红, 远远看到眼形的旗号, 直到真是冤家怒窄。 看来, 不是冤家不醉头, 一狠心就躲进棺材里等待机会。 但事先准备不足, 上礼就已经失了先机, 只好冒死动手, 想要聘个同归于准。 最终, 还是难以得逞, 自知挡不过一死, 只求留下传尸, 硬牌你死和硬令儿就说。 如果派兵, 将蛇帽押回去献给官府, 似背身怀邪蜀, 恐怕走向路上, 不太妥, 塔教的妖人, 丑女, 作恶多端, 杀一个, 少一个。 所谓斩草除根, 盟牙不发, 斩草若不除根, 春至盟牙再发。 如今, 落在我们手里面, 还留他做什么? 就地将他杀了就是。 张小编心想, 看来, 塔教如猎, 已经把三爷, 作为眼中钉, 欲中刺。 不把, 这伙人彻底铲除, 我今后睡都睡不安乐。 这个卖烧饼的小寡妇, 阴险妖媚, 肯定做个白塔真人的老契, 为他那个老伤好报仇深切, 既然捉住, 应该趁早铲除, 免得夜长梦多, 留下后患。 于是, 就命团勇, 拿了块烈塔布过来, 蒙在那个蛇帽的面上, 用麻绳, 吊颈, 将它银山, 勒死在囊下边, 然后, 对起火来焚化尸体。 眼盈, 曾经受命, 在灵州城, 大举剿杀塔教教肿, 凡是捉住可疑的人, 不用问青红造白, 一律就地处缺, 杀的人不计其数, 肉手整死这个寡妇, 就好像整死一只臭床。 张小编, 随即带人搜查瓦罐子后殿, 见到那个棺材底下, 都是腐烂的死人残枝, 那个锅里面煮的, 连人肝人老都有, 硬形众人掩住口臂, 将那些腐臭的尸肉都搬到囊下坟位, 又叫几个粗壮飙汉的屯蛹, 拿着鞋骨尖刀在手, 捆回了殿内所绑住的青鸥, 在大雨中逃脉起来。 那只方良牛, 经常被人喂尸肉, 性情竟是凶恶, 但他被患被人扣住了, 争脱不得, 被眼形屯蛹放在地上, 用利刃割开颈上的血脈, 善血缺堤地涌出来, 他临死前想挣扎起身, 圆争着两目, 向天强鸣, 最后,这些牛鸣沉满剧烈, 串透重重羽毛, 伴着天上翻滚的霹雳, 向青鸥山中反复回响。 这阵时, 亦不知是真地的雷星, 还是惊天的牛鸣, 引到成了千年古杀的地底下, 发出一阵阵红隆的回应, 垫顶上的瓦片, 都跟着震了几阵, 山长木柱, 架枝,架枝, 那遥过不停, 动静极不尋常。 使得, 满形皆惊, 就好像是瓦罐之下边, 埋压着什么庞然具物, 受了牛鸣的吸引, 将要破土而出。 张绍扁如感到事情不妙, 虽然, 没有见到罗汉猫开口, 却亦不免, 有些放了手脚, 他抬眼, 看见到血泊中的荒凉嘔, 心甘猛言一动, 想起一件要命的事例, 就叫了一声, 糟了! 历回, 怕是中了塔教的诡计, 看来流年不利, 当刻的事情都被三爷赶上, 他想, 这个人, 要当刻, 真是连喝水都塞牙, 时运一旦衰起来, 就好比遇到了断送落花三月雨, 摧残阳柳九月霜, 不知瓦罐子里面究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发生, 欲知后事如何, 且听下回分解。 点减分装